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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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看见我东西了吗 我看见了 但是我看得不顺眼给它扔了 扔了 对啊 不过扔哪儿了 我说你这里怎么没有蛋卷啊 去 给我买个蛋卷回来 我再告诉你 我问你给我扔哪儿了 干什么 干什么你 干什么 反抗是吧 你信不信我 崩死你 信不信我让全美斯特的人都知道 去去 去去 你去 你去 我一直有一个困惑 为什么计算机高速不够有鼠标呢 你 已经死了 我就是编程史的No.1 画 window 完了完了 马福喻疯了 现在你再看看 到底是谁输了 不可能 真不可能 我早看出来你bypass了NIDS 从最开始的时候 你的电脑就变成肌肉了 他在说什么 自己买东西 对于考试这种有标准答案的东西 你是可以作弊 但是对于灵活运用技巧 你做得了弊吗 雨漾 来 赶紧来Happy Ending Happy Ending交给我 没有鼠标你让我做什么 别给我丢人 回车 又回车耶 三二一 输了 你 你 你 全都不许动 赵小麦 就地征伐 把其他所有参与者 全部警告出门 带走 赵小麦 你还坐着干什么 起来 我还会回来的 等待你 我 我短暂的大学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今天校园小包的头版头条就是 余娅在课堂上 再次奔向 我想我一个再买一份 留个纪念 马 老师 大人 大人 水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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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大人 你 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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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不是说有事晚点来吗 阿敏 我有事跟你说 有事进来说吧 我饭做好了 阿敏 咱们的事 我先暴露了 暴露了 我可是跟你说过的 暴露了我们就要分手的 不是 我 我 哎呀 我真是没有想到 杨逗逗 恋爱一周今年日 也当做分手今年日吧 那这一顿 就当分手饭吧 你吃完这一顿饭呢 就给我走 以后呢 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知道吗 阿敏 你心里面就没有 一点点的不舍吗 没有啊 慢走不送 我其实挺小心的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被琳达胃给看见了 你笑什么呀 你笑什么呀 等我赚了钱 我就给你换boss音箱 我的宝贝车车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哎 林大卫 他看见的是你和你的宝贝车车 他没有看见我们俩的 他看不出 我什么时候 我什么时候 这个脑残 他白白骗了我两天啊 我现在去杀了 回来 谢谢 我们一周今天日 你找他干嘛去 好 对对对 不是 我本来计划得好好的 咱们一起去金山海滩边上 看流星 我装备都买好了 全被这 这 这臭小子给我扔了 你是说那些装备吗 你都知道了 我猜也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还有这 要不然 那我们现在去吧 现在去啊 等我们开车开到了 天都亮了 还看什么呀 那 那怎么办啊 你还愣着干嘛 还愣着干嘛 我觉得 那个茂山男智商有问题 为什么 你跟马浮云两个新人 同一天出现在考场 他居然没想到 你俩是一伙儿的 那个时候啊 我的身份是学妹 茂山男作为学长 自然会怀揣这一颗 新人学妹的心喽 那你这样说 我还是有点理解 逗逗 你那天跟安敏进了帐篷以后 后来干嘛呢 看刘星安 那帐篷为什么晃来晃去呢 你看错了 那是镜头晃来晃去 镜头晃来晃 镜头晃 太烧脑了 让你看看 干什么 一大早看到室友这个样子 难道她是靠光合作用生存的吗 爱的我的室友是吉品 鱼啊 我不是靠光合作用生存的 我是靠智商生存的 不像你一个饭桶 饭桶 你觉不觉到这个房间里面有什么不对的 什么不对啊 我仿佛感受到了一个巨大的污染源 你就是那个污染源 你一直在对我进行着精神污染 不是 我是说 除了我们两个以外 这个房间里面还有一个人 呐 这不是吗 早啊 不是 我是说除了我们三个以外 还有一个人 杨豆豆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带人回来睡了 我是那种随随便便带异性回家的人吗 是 也有可能是马浮云把人带回来的呀 啊 啊 不对 他带不回人来 啊 啊 也有可能是余亚把人带回来的呀 对对对对 也不可能 没有人愿意跟他走 哈哈哈哈 耶 哼 一早上的好心情都被毁了 还好有这么一桌热乎乎的早餐 爱才活得是有事奇葩 仅够一个人的早餐 喂 听不听到一个非常奇怪的声音 余亚 你真的带男人回来了 没有啊 啊 听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声音 好怕怕 这个内容跟照片有什么关系吗 关你什么事 没关系 都给你一种惊喜的感觉 这说着哪儿 我真的好像听到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啊 是不是 啊 你是不是也感觉到一个巨大的污染源 感觉闲闲的 感觉是一个贱人 你记不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热成像仪啊 记得 晚上见回来我们抓鬼吧 我没关系 真的有鬼吗 哎 你听 好像是这边有鬼吗 谢谢 来 坐下 安静一点 好 没有啊 你叫的啊 你叫的啊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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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 给我 Kalau 开给你 我们的刹人会击 anesh ration 好像是个鬼 咖啡 ً hogy 咖啡 咖啡 上海来了 你怎么进到我们家门啊 开饭了是吧 要不你先吃饭吧 由现在开始 第八套广播体操 生产运动 预备 走 一 二 三 四 猥琐碗变了 上海不是遍地头放进 我要过来也过咋厉呀 哎呦 挂一下 挂 鱼牙出息了 在这儿买了个大别爷 还弄了两个男管家 骂 骂男 骂男管家 我是女仆 那俩才是爷 别再讲 我问你啊 为什么穿 买早饭以后 要坐着滚滚底下 快教你呢 你是那个齐老师 骂齐老师 他又是个破岭桃园 你说谁破岭桃园呢 你破岭桃园 你破岭桃园 我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领桃园 我是一个广播操领桃园 那这两者的差距还挺大的 天津 一座美丽的城市 有蓝天 有台云 还有相声 但是 在PM2.5值爆表了之后 学校 为了保护学生们的安全 取消了广播操 于是我就失去了 我最热爱的舞台 你不是中文系毕业的吗 校长不是让你去当语文老师吗 你为什么来上海啊 你这一口气 有三个问题 我先回答哪一个 你为什么来上海 在我失去了 广播操领操员 这个优秀的舞台之后 我需要找一个更大的舞台 我发现上海 就是我的舞台 我告诉你啊 咱妈刚刚跟我说什么 你知道吗 给你找工作 还让我给你找一个月薪三万 公司车接送 办公室里还都是要 没有出嫁的小姑娘 哪那么好不好事啊 我妈的意思 简而言之就只有两点 一呢是给她找一份年薪三十万的工作 二呢就是找一个 条件相当的女朋友 好家伙了 合着两人一年能挣六十万呢 妈说的还不够详细 其实啊 简明一概的意思就是 希望我在上海 你能够照顾我 我一个大嘴巴都凑死你 我现在就给你们校长打电话 让她给你接回去 妹妹 你还骗我骗命呢 好了好了好了 都别吵了啊 听我说句公道话 今天这个运动量挺大的 晚上让余亚多炒两个菜 咱们热闹热闹 就当是欢迎我了 谁告诉你 你今天晚上还能在这吃饭的 妹妹 你还欠我条命呢 谁啊 余亚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为什么我的父母 这么不理解我 你发的这个图片 跟这个状态 有什么联系吗 关你什么事啊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 你哥为什么 总说你欠他一条命啊 我不是很想回答这个问题 那好吧 我和我哥是双胞胎 出生的时候 我哥瘦得像只老鼠 我呢胖得像只猪 有七斤多 医生说 是因为我在娘胎里面 抢光了我哥所有的营养 结果我哥出生的时候 在保温箱里待了一个多月 差点没命 真的假的 你哥现在比你可壮多了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时候 我爸爸妈妈 把所有的营养都给了我哥哥 我们吃饭的时候 要所有的菜他都挑过一遍 我才能够再吃 以前我每个月 只有十块钱的零花钱 而我哥哥他有五百块零花钱 爸爸妈妈说 那就不叫零花钱 那叫营养会 在潜意识里 你有一种特别强烈的 像家庭 像父母 像你哥哥 证明你自己的欲望 啊 作为失败的典型 我还真的挺成功的 所以说你不想让你家里人知道 你不成功啊 你哥来了 你才会反应这么大的赶他走 你啊 就是典型的在现实生活中 得不到家人的关爱 所以才会在虚拟世界里面 不停的发照片啊 状态啊 以博的关注 杨逗逗 我都已经有两千多个粉丝了 那又怎么了 这种破网站就是捡着那些什么 国外有的 国内没有的 拼把拼把东朝朝西朝朝 凑起来的嘛 这叫借鉴 懒得理你 去去去去 出去 去 那个吃不了 那个是铜心合金 那是铜还是金 不是这样的 铜心合金呢 它具有密度大 导热块的特点 听不懂是吧 它其实就是黄铜 你是干什么的呀 我是一个可以在网络里面 自由翱翔撒野的程序员 正多吗 浮云不出手 出手皆浮云 我的创造力是难以估量的 难以估量 那你正多吗 是这样的 我们开了一家公司 正在创业阶段 我自己还在研发一个脑衣系统 如果成功的话 我可以改变全世界 我妹妹是不是经常给你们做饭 对啊 你也很 如果你很有钱的话 我可以考虑把我妹妹嫁给你 长胸弱腹 我说的算 不是 你是说 你考虑把她嫁给她 然后我 什么长胸弱腹啊 余子强 我现在就买一张火车票 要把你送回家 我毕竟是你的亲哥哥 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呢 我 你还欠我一条命呢 我只有把你送到回家的火车上 这才叫对你负责 对咱爸妈负责 马复妍 愣着干什么 拿嫁出去啊 走 来来来来来 要动手上是吧 要动手上 动手上 这顶 这顶 干什么呀你们两个 他是你亲哥哥 余娅 家人的团结 是靠血缘关系来维系的 你干嘛呀 孝顺 其实这回 我来上海 我已经很开心了 因为我见到了我妹妹 茁壮的成长 我希望我走了之后 你们两个人能好好照顾我的妹妹 尤其是你 好吧 我走了 上海再见 就让我一个人去流浪吧 不是 哥哥 我刚才把从这门进来的门呢 有什么浪啊 你连门都不知道在哪 我是让你回家 你多想让你哥哥在这玩几天 玩什么呀 咱们这儿没地方住 咱们没地方住了 咱们没地方住了 不行住我房间吗 跟睡地板吗让它 对不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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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单被罩一会把它烧了 没关系 给我睡一会 马浮云 知不知道你把它留在这儿 你会后悔的 啊 知不知道后果是什么 别吵到你哥哥 马浮云 你敢不敢把你刚才说过的话 全部再说一遍 为什么 我要把它录下来 等你后悔的时候 我就拿着那个东西 我一个大嘴发的凑死你 破腹 你才破腹 破 破 破 摩 破 制作我们公司的网站 对啊 这个痘痘也可以做啊 你高估我了 你看 痘痘不行 我也不会 你就一个人做了吧 我怎么觉得 我们三位公司每天的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在做呢 废话 我可是咱们公司的销售总监 销售总监 我们公司有这个职位吗 有啊 我现在就任命于亚为咱们公司的销售总监 痘痘 你太草帅了吧 说废话 我可不能看着你们连咱们这间小破办公室这点机也都保不住 赶紧开动 下午三点之前我要拿到咱们公司网站的基础 基础 什么来着 架构 能给我吗 可以 为了满足你小小的虚荣心 我现在就注册我们三位公司的网络域名 来来来 三歪 三歪 歪的三次方 歪歪歪 什么叫我虚荣心啊 你的虚荣心就是 你想证明你根本就不存在的业务能力 这就叫虚荣心 浮云 现在就给我注册域名 太容易了 嗯 怎么了 电脑死机了 没有啊 一切顺利 太棒了 在我的努力下 我们公司的网站终于就要上线了 咚咚咚咚咚咚 欢迎光朗 欢迎光朗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老板 嗯 不错 拍出了法餐的感觉 给你打八折 哈哈哈 哈 嗯 嗯 好了老板 哈哈哈 哈哈 好什么好好什么好一边去 这打八折吗 打什么八折 你拍得还没路边摊好看 没给你加钱就不错了 我去 余娅 你这个PS技术可以啊 你这要是拍人像的嘛 就不是美颜了 是整容了 当然了 定位奥斯卡餐厅 你不知道 我现在粉丝都已经有三千五百个了 奥斯卡王说 如果我定位在奥斯卡餐厅 那就是活广告 不过你这走到哪儿都定位 你也不怕他们来找你啊 虽然都是僵尸粉 谁说都是僵尸粉 你这是赤裸裸的嫉妒 再说了 现在也不会有什么无聊的人嘛 小姐 有一位先生让我把这束花送给你啊 谁啊 不知道啊 送完他就走掉了 说你认识他 我认识他 嗯 看到你定位在奥斯卡餐厅 我就跟过来了 很高兴我们在同一座城市 我是你的小粉丝 我的大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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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长 嗯 又是段长 啊 你有两个段长 在学名上俗称 双段长 然后呢 俗话有缘 男儿段长 千金两 女儿段长 丑又胖 啊 段长的命 应克星太强了 大师 这能不能坏啊 怎么坏啊 哎 难 也不难 哥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 你没事在这干什么呀 谁没事的 我 我没事找段事做 哎 大师 我具体怎么换 具体点 一个字 共产 共产 对 能用金镯子解决的问题 这都不是问题 哎呀 VV 你别听他下班 段长嘛 就是打人的时候疼一点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你就罩他脸上扇一巴掌似的 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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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做得怎么样了 就快好了 就快好了 不对 按照你以往的说话方式 你应该说 扶云不出手 出手皆扶云 你今天的回答 怎么这么干脆利落呀 作为一个高智商的学霸 我也要学会适应 凡人的生活 嗨 你这样就对了 良好的沟通是有效率工作的开始 看好你呦 绵绵 怎么样 你跟奥斯卡莫结婚之后 婚姻生活是不是很幸福啊 连工作压力都小了吧 我是来给安总送午餐的 好了好了 要给他妈了 大师 我一会就回来 等我啊 结婚了 可惜了 什么时候离啊 哥 你呢 就乖乖待在这儿 给别人看看手相什么的 那日不要去 好不好啊 哼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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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妹妹进来说 嗨 你的网站做得怎么样啊 就快好了 你看你看 就快好了 我原先是做过语文老师的 只要我每回问学生 你的作业做得怎么样了 他要说就快好了 那就是没做作业 正常的回答应该说 还有两道提议 还有一百个字 所以我断定 你的网站有问题 出了状况 我要告诉我妹妹 别别别别 是 我的域名被人抢住了 但是我得想办法解决问题 你不要生长出去 你真的在在撒我 啊 你诈我 我 我没有在撒谎 我只是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把那个网站抢回来 你知道吗 我这次是大时间差 我太起烦了 我太起烦了 我要告诉我妹妹 别别别 你怎么这样让女子强啊 我告诉你 是我好心好意 留你在我的房间里面 让你睡在地板上的 谁要睡在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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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睡在地板上 我要睡床上 不要理 你做什么 我告诉我妹妹 让妹妹 别别别 别说话 我不同意这件事情 没有人可以睡我的床 可你不仅打我妹妹主意 还对我妹妹撒谎 我没有打你妹妹的主意 你现在就在撒谎 我是在努力地取回我的域名 我在打一个时间差 可是你坐着玩破电脑 已经两个小时了 那我可以向余娅坦白啊 我可以对她说 余娅 对不起 我没有注册我们 三Y公司的网站成功 我又不能黑人家 所以呢 所以呢 YYY网站我就做不出来了 正说 好丢人啊 你是Y的三次方 我不管 反正 我要向她坦白 来 喂 王副员 怎么样啊 网站做好了吧 后天就能够上线测试了吧 我告诉你啊 我已经发了微博朋友圈 还有重重网 你别告诉我 不行啊 雨啊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 我这边的 网站啊 你这么天才 当然没有问题了 得了得了 顺便你帮我告诉我哥一声 我今天心情非常的好 就不找他麻烦了 叫他好自为之 我 雨啊 我 喂 喂 你看你看 是不是忘了坦白了 你啊 再准备一个干净点的床单 你够啊 爱为什么 我告诉你 没有人可以睡我的床 雨明 你是不是忘了一年 哎呀 雨明 雨明 行行行 起 起 起来 我没有办法黑别人 但是我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 取回来 比如说 钱能解决的问题 就不是问题 我有钱啊 你有多少钱 我有两千多块钱 不赶紧的 把雨明抢回来 如果雨明抢不回来 你的床可能就归我了 我不同意你的这个逻辑 有bug 没bug 你不说了吗 能用床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我这家分口费 是钱 床钱都一件 还是按上了你的床 轻点 雨明 啊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盒子 非常的可疑 干嘛 我跟你说 一会儿你拆它的时候 一定出去拆啊 以免炸了房子 杨逗逗 你干什么这么讨厌我的粉丝 我不是讨厌你的粉丝 我是对有陌生人送你礼物这件事 持怀疑态度 怎么 我就不能有人送礼物了 我就不能有人喜欢了 你别忘了当时比脸的时候 也是有人暗恋我的好吗 所以才奇怪啊 暗恋你的人口也得多重啊 他可是给我发过好多私信呢 文才 挺不错的 也有可能是油腻的胖子 对着冯唐的时钞呢 杨逗逗 你这是看人家做网站做火了 自己公司什么都没有 找个机会诋毁人家呢 呵呵 我可真没那么小心眼 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啊 那你也注册了一个 我不感兴趣 那种扁评的社交网站 早就过时了 你才过时了呢 我告诉你 美斯特现在所有的员工都有账号 安米也有 安米也玩这个 对啊 你快快快看 来来来来 你帮我拍张照 你烦不烦啊 你快点 等会儿 我收拾一下 你快点 三 二 一 我 我开开 你也不怕人家找到家里来 怎么了 我又没有定位在家里 那照片里面带着咱们的窗户 窗户外面有月亮 如果是马富云那样的变态的话 那就可以通过这个月亮的亮度啊 房间的朝向 分分钟找到你家里来 你看地址有了 名字有了 电话还不好找 你刚才不是说是个油腻的胖子吗 油腻的胖子就就就就不能有技术了 俗话说 流氓会武术谁也拦不住 你这变态有技术 你 变变变 接着往下变 还挺押韵 总之啊 如果你被绑架了 你就拍张照定位一下 不然没人救你 你一个道歧巴子臭死你 快出去 你不听劝是吧 出去 鱼雅 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华大大雷 真的找到手机号了 怎么样 这玉鸣怎么样了 还没拿回来 不够快 那我知道了 什么味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妹妹给我找了一条干净的床单 这余子姐你还真要睡我房间啊 你还真要睡 余晗 余鸣 你找我来 别说 别说 你不能睡我的床啊 所以我要抓住今晚 你召开好你的电脑 我召开好你的床 怎么样 不是 我现在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太大的地方 这里就 我收到房间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回来 你睡个窗 那我睡哪儿啊 老子要看看 这破网站有什么蹊跷 这 这不是我高中同学吗 现在这么帅了 旁边是女的谁啊 她女朋友是模特啊 怎么可能 肯定就是随便在游艇上 拍张照罢了 她买游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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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余鸦 这是我给你发的第九十九条短信 代表我对你的爱久久无变 为什么不理我 为什么不回我 我是你的粉丝啊 我的天哪 这需要逼死我吗 谁啊 你是谁啊 谁啊 你干什么你 揍我脸 你干什么呀你 你在这儿吓我 我在这儿不是你 不是为了把床让给你哥吗 什么 你把床让给了一个陌生人 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马浮云吗 那怎么办呢 那不是你哥吗 我哥可是坐卧铺来的 所以啊 要让他睡在床上吧 哦 哎 他身上有没有臭虫不好说 但是跳蚤跟狮子肯定带了一大把 他特别爱干净 一年至少洗一次澡 对了 我猜他现在身上的毛发呀 皮线呀 头皮呀 肯定全都抖到你的床上 呀呀呀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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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皮约气不太好 你们俩又怎么还不睡啊 你不是也没睡吗 我 我是在忙一些 跟工作相关的这个相关事与 跟工作有关的事 不是我一个人在做吗 你是注册重重网了吧 我是注册了呀 但是我注册它呢 是因为我想看一下 市场对这个社交网站 有什么要求 你 这是不是工作相关 那你知不知道重重网 有手机吧 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攥着手机 在被窝里面玩啦 手机 对我来说就是浪费时间的东西 你们玩吧 我睡觉去了 好 谁在给你发短信啊 干什么啊 骚扰短信 不行啊 我不回 过了这呼气 就好了吧 你走远点挠去啊 你跑开一点 挠得我都痒了 后背好痒 你帮我挠一下 你干什么 你帮我挠一下 我走开 哎呀 干什么 谁进来的 我想阻止你干傻事 你就是在干傻事 你这么大 吃吃吃吃 吃吃 我说玉鸣那事怎么样 浮云不出手 出手接浮云 我已经出了谈判的方式 把这事情解决了 我给他钱 他给我玉鸣 你不会真的白痴 要以为你把钱给他人 就能把东西给你吧 不会吗 会吗 他会吗 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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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吗 你 你打算给多少钱 就这些钱 这些还不够啊 对 就这样还白领呢 嗯 哎呀 咋了 哎呀 这些墨子 读不出来 你帮我读一下 请把钱 放到 街对面的垃圾桶里 哎呀 不会 哎呀 我不 他真不会啊 会吗 不会吗 不会 什么味道 消毒水的味道 明明是你身上的味道 你是不是钻垃圾桶里去了 我告诉你 在我的名誉面前 这些都是浮云 你的衣服是可以翻的 马浮云 虽然我们餐厅 不要求客人穿正装 但如果我跟你不是很熟的话 我一定一脚 按一踹出去 哎 对啊 我不可以要求客人穿正装 哎呦 这样的话 来我餐厅吃饭的客人就少了 我们俩相处的时间都多了 哎呦 我这个天才 天才什么天才 喷着空气气气气 快点 臭 我穿正装 穿正装 穿正装 哦 消毒完成 只要拿回我的域名 一切 就解决了 欸 嘿嘿 谢谢 真的相信 你把钱给人家了 人家就都把域名给你 归零 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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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是赚出的样子觉得好帅 啊 镜子前拉一下领带看上去好酷 套出信用卡随便去耍耍 一定认为很燙把家一望啊 可即使是这样 要是没有感觉 可即使是这样 可即使是这样 也是ravel好成功 啊 龟臨龟廿 乖乖 x3 走出成熟样子超有男子气概 啊 忘声为艺术家太有神秘感 我假装热门段子 som 朋友圈的人旗王 真的特别有默契 喬家一万ー 可 即使是这样 可 即使是这样 可 即使是这样 啊 龟臨龟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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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龟 你擔成了人生的会计 好坏刀藍有数字故技 哪怕是在简单的时期 成败能不能靠近瞬机 别有战战之处的游戏 检验爱情有心的难题 难为别人难为你自己 不如归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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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忙 我找你唱 神经秒算 阿语我炸 做数字的努力 用数学和乱关系 爱好累 一旦成了人生的会计 好坏都来有数字估计 哪怕是在简单的时期 成败能不能靠近瞬机 别有战战之处的游戏 检验爱情有心的难题 难为别人难为你自己 不如归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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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ylind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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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成功 subté relation 说icular